搭了小黃瓜 現在只能坐在那裡吃 難怪以前都很... 以前都是無限量的 現在... 可能是賣得太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會於鳳山 傳說中最厲害的霸玩店 你家霸玩 有多厲害 你看在牆面上 那些各家各大隊伍台採訪 就知道了 那至於真相符合 馬上來試試看 走 上來了 蠻快的喔 沒什麼等 我們就... 直接來 拿了霸玩看 它的餡蠻好吃的 比較有味道 好 先試試它旁邊這個 這個... 不知道算... 算醬還是什麼 我覺得這醬 有點厲害 有點東西 現在可以加一點它的蠟油 推薦 店家推薦 加一點它的自製辣油 就辣的如果很OK 我自己比較少吃啊 它這個辣油 沒到很辣 下巴這裡比較多 但我還是不要吃 為什麼... 然後就辣了 我在台北20年 吃飯玩的次數 比起來高雄 來高雄吃的次數還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我老婆愛吃 然後回去給它帶一碗 雖然我吃得吃不過 但我... 我能感覺到這個肉丸的... 皮跟之前吃的肉丸都附在一起 很嫩 很Q彈 好 還配一口他們的湯 綜合湯 他們那邊是有免費加清湯 然後我想說 再點一下他們的綜合湯 湯配肉丸 它這個... 它這個... 泡完 鹹的 然後配那個甜的 最後吃下去再... 再配這個湯 三種吃法 三種感受 三吃 加辣油 吃完之後再喝一口湯 三種不同感受 這種事啊 它這一顆只要6塊錢 這個湯 綜合湯25塊 難怪是... 鳳山人最推薦的早餐 早午餐之一 這個CP值 報便 現在這個社會要找到 25塊 一顆肉啊 6塊 找到這種綜合 看你 讚 最佳照太活動了 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 江橋邊香腸 開了60年的香腸老店 老實講 我真的... 我...應該不是我太早清潔 就是很早看到 香腸開成店面 一般我們都看到 在路邊賣那種廢車 然後賣香腸 或是夜市那種 就是... 開成... 店面 然後就可以排著這麼大廠 大廠廠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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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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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小的時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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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麼樣的美味 可以讓這些人 那種大熱街來得來 不過... 這邊還好 有這個人氣 好! 期待 我這樣吃的大廠 都是跟那個小廠 大廠不好的 就直接吃大廠的 就烤肉烤那種肥廠 我不要想太多了 來直接吃一個大腸 這就是花生耶 好特別喔 加花生 台北是不是比較少加花生的這種 對 因為我印象以來 通常大腸都會加花生 喔 喔 你說單吃大腸加花生嗎 就是它大腸裡面都會包花生 香腸單的大腸包小腸 裡面的大腸裡面都會有包花生 對阿 大腸很有嚼勁 加了花生之後感覺香味更好 來吃一下它的香腸 一個字 香 香腸也是很有嚼勁 我們來加個蒜吃吃看 我其實 香腸加蒜這個還是從我老婆那邊吃 我以前吃香腸就單吃香腸而已 那如果你敢吃蒜頭 那可以那個蒜看看 有一句話叫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喔 有道理 香味少一半 加這個蒜頭感覺更香的 那聽說他們這邊還有特製的吃法 加了他們小黃瓜 加了小黃瓜的我是真沒吃過 加小黃瓜 再加個大腸 誒 要加大腸嗎 要整組 整組 我這樣串 喔 橋邊香腸單的特製吃法 加了小黃瓜 現在整組在那裡吃 喔 原本加的蒜頭 之後是一個比較 比較新的狀態 但現在加了小黃瓜進去 多了甜 多了水分 整個都把它中盒了 然後又更昇華 不是說沖去了 沒有 還是神火 昇華 加了小黃瓜 像個特製吃法 喔這是什麼 醬油 還有辣椒 辣椒醬 辣椒醬 最近是辣椒醬 不是甜辣醬 辣椒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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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我以為南部人吃東西 是不離開甜辣醬 哈哈 台中人離不開東泉一樣 很好 這個原味的大腸 這個加辣椒醬 大腸好 我自己覺得辣椒醬好像太粗粗了 太粗粗了 你個人比較喜歡原味 還是加點醬油糕 加點醬油糕 加點醬油糕 好特別喔 還有加醬油糕的 平常我都會加 平常你都會加 就像弄的這個樣子 弄的樣子 吃原味 我自己比較常 我自己 吃過原味 原味 畢竟有點單調 可是我覺得他家 他們家的 他們家的 吃起來就夠香 原本醬油糕會比較乾 現在我剛剛好想吃 原本醬油糕 原本醬油糕 吃醬油糕 醬油糕還挺好吃的 難怪 以前聽說都很 以前聽說都無限量 現在 我感覺是賣得太好 這醬油糕還是可以自己拿去賣 下午茶吃這個還蠻不錯的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是高手人 或是鳳山人 在這附近的美食 有什麼推薦 或是想法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們知道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是西門 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